歡迎收看金陵天下 在投資市場都說藍燈買股票 紅燈數鈔票 我們來看到在睽違兩年半之後 國發會所公布的六月份的景氣燈號 是又亮起了代表景氣熱絡的紅燈 那麼很多投資人就擔心說 台股是不是要崩盤了 這個時間點是不是應該要趕快逃 另外來看到是在AI的部分 那麼蘋果宣布他們是採用 Google所設計的這個晶片 而不是使用這個輝達的GPU 來訓練這個AI模型 不過在這個Meta的部分 則是繼續採用的是輝達的一個晶片 所以整個AI模型的戰場 接下來會如何洗牌呢 另外中國大陸經濟現在不理想 現在是再度要做蓋牌了 那麼從8月19號開始 就是停止發布 在外資的部分每天進出的一個數據 另外在三中全會之後呢 那麼習近平推出了全國統一大市場 是真的可以刺激到中國的內需嗎 還有越來越多的台灣人呢 到南韓去整形 這個人數是創下了新高 而在南韓首爾整個醫療觀光呢 在去年是成長幅度高達了百分之兩百 南韓的整個醫美產業 為什麼會這麼成功呢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為您邀請到 南台科大財經系助理教授朱岳中 大家好 財經專家游廷好 大家晚安 資深分析師林永年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謝承諺 大家好 我們先請教廷好 台股在最近波動真的非常的劇烈 那麼國安會所公布的最新的景氣燈號 竟然亮出了紅燈 突然看到這個紅燈 就嚇到說是不是要趕快賣股票了 沒錯 其實我們可以觀察到 過去我們講的順口溜 藍燈買股票 紅燈數鈔票 由於我們的節目 宣傳實在太廣 所以大家都知道這一句話 反而形成了紅燈賣壓 但現在紅燈賣也來不及了 因為已經跌下來了 對 所以我們要具體觀察的事情是 到底紅燈 到底會不會進入到動畫區間 畢竟當時藍燈都已經動畫 景氣好還可以再更好嗎 只是好了一樣是紅燈 可是實際上我們可以觀察到 有趣的跡象 像這一次在燈號不變的項目層面 像是股價 工業生產指數 或者像是批發零售 或者我們看到像是一些機械 電動設備的進口值 都沒有太大的改變 主要改變的有三項 第一個是營業氣候測驗點的部分 從原本的黃紅燈 反而變成了綠燈 怎麼會出現這樣的一個跡象 事實上你看到 在營業氣候測驗點層面 這一波不斷創高的 並不是我們過去所看到 跟庫存循環最為高年度的製造業 製造業反而是在高位震盪 不斷衝突的是誰 是營建業 所以你看到 雖然市場上有比較大的賣壓 可是這兩間營建指數 還是有強大的買盤來做支撐 當然一方面是屬於 我們看到的防禦性買盤 那現在第二個要觀察的項目 是我們看到工業和服務的加班工時 以及海關出口值都已經陸續來到了 黃紅燈和紅燈 所以真實我們要觀察的幾個跡象是 既然已經來到紅燈 那我們就不得不承認 現在的確是相對高位 但是是不是絕對高位 我們可以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來借進 我們舉例來說 在上一次 在20年到2022年的經驗當中 保持在黃紅燈以上 是維持了14個月的時間 等於是超過一年 都在這樣的高位 等於說它鈍化的時間可以相當長 09年 當時進入到黃紅燈以後 也是高達14個月的時間 我們細看上一次的區間 上一次是怎麼樣 當時美國股市 台北股市 在2021年開始 進入到顯著的主身段 這一段期間 紅燈出現了幾顆 10顆 所以現在只不過是第一顆 現在才第一顆而已 對 而且股票市場的下行區間 一直到2022年的元月份才開始 當時是由黃紅燈 轉進到綠燈的時候 我們才看到 股票市場的下行 所以它開始下行 並不是在亮紅燈的時候下行 沒錯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加以佐證 雖然紅燈是相對高位 但是不是一定是絕對高位 我認為不一定 事實上我們判斷市場 是否有處於顯著高階區 有很多指標 可以來相對應來進行對比 我舉例來說 我們過去想講的藍燈紅燈的 邏輯它是什麼 它的邏輯是當市場上極度貪婪 景氣很好 而且市場認為只會更好的時候 往往是市場過於高估值的時候 可是問題來了 紅燈出現了 現在市場上的氛圍是什麼 每個人都在怕 每個人都想說趕快先出果票 這個就是市場上非常有趣的氛圍 你覺得市場上有因為紅燈 而進入到全面樂觀 而且認為未來經濟只會更好嗎 我認為並沒有 所以紅燈高位它代表的鈍化區間 很有可能還是會經歷過 適度的終極回調 把市場不管是融資 還是投機型產物 適度的進行清洗 比如說我們看到這一波的融資余額 其實從當時的高點 來到3300億左右 一定有適度 現在到底有沒有降下來 有適度降了幾天 但我個人認為 至少見到3000億以下的時候 才會有比較顯著的清理市場上的 先要把籌碼洗乾淨 對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們看到台積院在昨天 也正式公佈 台灣的投資心理情緒 從投資股票的時機來做觀察 我們會發現 整體來看 認為現在並不是好的投資時機 佔比高達了接近7成 全台灣的股民大多數都居高思維 都認為紅燈非常的緊張 都認為紅燈非常值得居高思維 可是我們觀察到 這樣的一個跡象就足以彰顯了 市場現在並不是處於 極度貪婪割區 我們舉例來說 過去的極度貪婪格局是怎麼樣 所有人都在封買股票 而且買了之後 認為只會有更高價 景氣只會來得更好 可是我們具體觀察 這幾天第一量再說 第二 就算過去幾個月 我們看到成交量最高 也不會有四五千億 可是我們觀察在2021年 當時台股成交值的前十大 全部都集中在2021年 當時動輒都是8千億 7千億左右 對 少說是六千億以上 對 所以你說今年的量能有大到市場上 正在大量追逐股票嗎 我認為並沒有 所以我覺得現在只是出現的 第一顆紅燈而已 那我個人認為 對於我們週期投資的來說 遇到了第一顆紅燈 不要停 繼續闖紅燈 因為會有好幾顆 當然 這只是一個週期投資的做法 我們的選擇是在景氣低基起藍燈的時候 進行部件 紅燈的時候 你當然可以適度的調節 可是我們要清楚知道 我們冷了這麼久的藍燈 多等幾顆紅燈又怎麼樣了 也是 也才第一顆紅燈而已 對 這是第一個投資思維 就是對於宏觀局勢來判斷 目前景氣並沒有到極度繁榮 市場也沒有進入到極度貪婪 那第二個角度判斷 如果我就是單純想要照指標 我當時在藍燈依序進行部件 紅燈完到我真的不能賣嗎 當然可以 但是你不一定要一次出完 你可以根據過去歷史的經驗來做觀察 過去保持在紅燈 通常是8到14個月左右 平均尺 見到紅燈之後 也就是說你大可以抓8個月 選擇在未來兩個季度當中 陸續的出新股票 每個月出新一點 這是一種方式 那第二種方式 現在差不多是時間 可以預定一下 明年過年的機票 這也算是一種獲利為安 那第三種指標是 市場上還有很多人 現在是空手的 它還適合做參與嗎 如果現在正在回調 那就不一定 如果你想要依循著景氣投資的話 那我會建議 也可以等待下一顆藍燈的出現 為什麼 如果空手的話 就不建議在這個時候 一定要馬上買進 對 但如果你是從原本的22年 的低點一路持有到現在的話 我認為多幾顆紅燈 再來做判斷即可 現在反而是中期回調部件的機會 好 不過台股的表現 還是大家也是會看 美國股市到底表現如何 現在美銀說 接下來這個美股 恐怕會面臨到更高的一個下行的風險 那麼在過去我們大概也知道 在9月份通常都是美國股市表現最弱的時候 所以美股接下來幾個月 恐怕是不太樂觀 對 慣性回調 它是在牛市當中可以理解的 可是我們真正觀察的幾個要點 是說台灣的景氣燈號 它是不是暗示著全球的景氣周期 是台灣景氣信號燈亮紅燈 所以美國經濟現在都是亮紅燈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到有趣的吉祥是 台灣景氣燈號 跟本輪的AI伺服器的帶貨潮 有高度相關 所以由於部分產業提前復甦以後 幾乎所有燈號就跟著上去了 可是你去仔細去問一下 台灣的很多中小企業組 你去問一下傳產 你以為每個企業現在都認為 是景氣信號燈 紅燈 景氣大好嗎 我認為並沒有 所以換句話說 要讓台灣景氣燈號維持在紅燈 我們第一個觀察的要點是什麼 觀察的事情是 提前讓台灣景氣快速上行的那個因子 就是AI伺服器的帶貨潮 有沒有因為即將公布的財報 和財測而改變 那我們現在看到 輝達在2025年即將推出的GB200 伺服器目前的出貨佔比的訂單 微軟的部分佔了有接近四成 亞馬遜佔了兩成六 Google是10% Meta是7% 那你發現 你像上一次Google公布了財報以後 股價大跌 可是它根本就沒有調降資本支出 之所以讓它跌 是因為廣告營收的業務不如預期 說明什麼 它的資本支出沒有下調 那就說明AI的行情並沒有停止 它只是經歷過預期的財報修正 做一個中期回調 今天晚上公布的微軟也是一樣 它佔比是最大的權重 對於輝達的GB200訂單 所以只要資本支出沒有下調 即便有其他的利空衝擊 它都不會影響到台廠的訂單 這個時候就穩了 這是第一個觀察的重點 第二個觀察的重點 就是美國現在我們觀察到的 領先指標或者景氣指標 有沒有任何一個指標暗示著 美國現在經濟過熱 除了本益比稍微高一點以外 我看不到任何美國經濟 明顯過熱的訊號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很清楚 美國現在的經濟情況 也是由部分產業帶頭從 大多數的中小型或者實業股 並沒有跟上 我們舉例來說 張圖表是標普百指數 納斯達克100指數 以及羅素2000 中小型股指數的EPS 獲利的增幅表現 我們看得很清楚 在2023年一季度 納斯達克100指數 我們講的AI科技巨頭 它早就提前見底 然後開始上彎了 去年一季度 它就開始復甦了 可是我們看到羅素2000 中小型指數 今年二到三季度 才終於由負轉正 對 哪有人復甦一個季度 然後又重新進入衰退的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說 你說美國經濟較大好 現在大家有AI沒AI的都大賺嗎 我認為並沒有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我們至少可以確保 美國的EPS 標普百指數的增幅 它至少已經確保到 明年上半年了 我們如果根據高盛的預估值 來做觀察 今年一季度是賺了56塊 二季度財報出來 預估標普會賺59塊 三季度63塊 四季度65塊 所以我們接下來只會看到 美國股市 每個季度的獲利越來越高 它是足跡在成長 我們看到像是標普500 納斯達克100 以及羅素2000 在低點的時候是2022年 再上一次是2020年新冠疫情 然後18年美中貿易戰 15年上陣股災 11年歐債危機 以及08年金融海嘯 看得很清楚 每一次從上方拐頭下彎的時候 都是怎麼樣 所有產業同步在高位 一起下來 現在是怎麼樣 現在就是大型股先上去 可是羅素2000和標普版 還在緩步的增長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角度 我們就有更好的借鏡方向 那就是我們絕對不會說美國經濟現在是繁榮格局 我們絕對不會說現在是史詩級泡沫 因為有好多企業根本就還沒有開始賺錢 只有市場的情緒來到高位 市場的獲利來到高位 而且市場相信未來的景氣只會再更好 不可能衰退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才會講它是史詩級泡沫 要不然現在很明顯就是標準的中期回調 好 剛剛廷號在我們看到 雖然在台灣的景氣燈號睽違兩年半 又亮出了紅燈 很多人會擔心說 是不是台股接下來就會有一波回檔了 不過剛剛廷號也特別提到 通常也不會在第一顆的紅燈 就出現了這個大規模 可能崩盤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要請教永年哥 特別關注到今天的台股 在早盤的時候是重挫超過了350點 不過在最後又拉到 上漲了59點小紅來作收 現在特別留意到的是 每一次在下跌的時候 都是沒有亮的 你會怎麼來看這樣的情況 對 其實你可以看到 過去這三四個交易者 其實不只是下跌沒亮 你反彈也是沒有亮 反彈也沒亮 對不對 漲也無亮 跌也無亮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市場的信心太弱了 你知道嗎 太弱了 你可以看今天 我認為在上半場 不但是散戶在賣股票 而且法人也在賣股票 你會看到今天外資 還是賣超兩百多億 對 而且最近這個自營商 簡直就是賣得比外資很划算 真的是 好像在比賽一樣 對不對 這內外夾工這個叫做 可是今天投信買超110億 對 投信還在賣 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的勇敢 我不是說非常勇敢 他們也是被逼的 因為一般的投資人都很擔心說 這盤勢太難做了 我們就交給專家去處理好了 就把錢丟去買ETF 所以投信就一大堆錢 只好去買股票了 這個是沒有話講 可是今天我們認為說 不只是投信在買 因為只有投信在買 他沒有那麼大的力量 把這拉起來 拉起來反彈了400點 將近 那麼所以今天應該是 關股的銀行應該也有進場 關股基金也有進場 我認為受險基金也有可能會回檔 也有可能回來進場 不過從明天開始 這個禮拜下半週 大家要注意一下 因為進入美國高科技龍頭股的 超級財報週 又是日本 英國跟美國的 超級央行週 所以這個消息面會影響到 他的股市的劇烈震盪 美國股市劇烈震盪 台灣股市也會不得安寧 這是一定的 所以在這種消息面 主導的情況之下 我們會建議採取被動式操作 什麼叫被動式操作 高出低進 用高出低進的方式 至於說在技術面上來講的話 大家可以看 這個大盤已經跌破季線三天了 跌破季線三天還沒有站回去 所以明天非常的重要 明天一定要收紅 一定要收紅 然後我們注意看 現在短線技術指標就是RSI 它現在對多頭是比較有利的 在這裡 為什麼說比較有利呢 因為之前大家看一下 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指數創新低 可是RSI還沒有創新低 這個叫做多頭背離 如果再來一次的話 那就更好了 兩度的背離 這個大盤就有機會往上漲 可是另外一方面來看的話 又對多頭比較不利的 融資預約太高了 籌碼還沒有洗乾淨 籌碼還沒洗乾淨 雖然這一波洗下來 已經有洗出去150億的 但還不夠 就融資還不夠 至少還要191 要洗出去 另外就短線的移動均線 就這邊五日線 十日線跟月線 已經形成空頭排列 這個對多頭是比較不利的 所以這個也是我想說 明天一定要收紅 而且要收長紅的最主要原因 如果明天沒有收紅會怎麼辦 在短線上可能它就會出現 比較劇烈震盪的走勢 這一點大家注意一下 因為技術面在這個禮拜有一點失效的 僅供參考而已 下禮拜再來看技術指標 會比較適當一點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下個禮拜是個非常重要的 時間轉折點 我們不管是用月線 周線來算 都是非常重要的時間轉折點 所以這個禮拜如果周線收黑的話 反而對多頭比較有利 因為下個禮拜就可以止跌反彈了 而且展開一個波段的反彈 反過來講如果這個禮拜 是周線收紅的話 我們比較擔心是怎麼樣 它就會呈現這個是A波 這邊是B波 再來一個C波的回路 就可能還會再往下 是的 到時候不排除 有來下探2萬點的可能性 這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 不過我們說到這個外資的部分 在最近除了大買金融庫 我們再稍後也會聊到 之外也就是大買台積電 台積電在今天最後是跌4塊 收940 那麼外資已經開始減便宜了嗎 外資到昨天為止 其實還是一直是站在賣方 這個對多頭是比較不利的 這一點來看的話 那麼尤其今天的外資 又賣超了兩百多億 我是比較擔心 他們是不是還在繼續賣 可是我們要這樣子講 現在台積電這一波 最低已經跌到915塊了 我認為用本一筆的觀點來看 只要在900塊附近 都是應該是個中長期的買點 當然投資朋友可能會問 如果跌破900塊 好 對不對 跌破900塊就可以減鑽石 為什麼 我們不是隨便說說 台積電如果跌破900塊 是買點 為什麼 因為季線的支撐在915塊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用本益比來算 因為預估本益比 明年的EPS大概是50塊 50塊 本益比我們用20倍來算的話 就是1000塊 所以20倍是買點 20倍不是賣點 這個是買點 那麼現在如果我們用900塊 我們現在假設它真的跌到900的話 它的本益比是多少 是18倍 18倍是什麼意義 今年的4月的時候 它這一波 最後一波的起漲點 是740塊 740塊是怎麼來的 740塊今年的EPS 大概是40塊 大概是18倍 18.5倍 所以18倍就是一個買點 就是買點 最壞的情況下 翻證股災什麼 最壞的情況下 我覺得750塊 那個是一定要買的 不然的話以後會後悔的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其實只要在G1000附近 在915附近的話 其實都可以進場 其實已經可以開始 已經開始進場 我記得我在前兩個禮拜 來的時候 大家還是要問說 這麼高 1080塊還能不能買 那時候我是跟大家講說 你定時定額 就是往下買 因為我們也不敢講說 它一定會大回答 有定時定額買 可是以現在來講的話 那就是不是定時定額了 用定點的去買 就是說 譬如說它真的有回到900塊了 好 你去買一些 它真的回到800塊了 再加碼 再進去加碼 對 沒有錯 大概用這種買法來做 OK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看 台積電的設備概念股 因為台積電 其實它的基本面 真的是沒有問題 可是你去注意看 這一些的股票裡面 除了紅壽 它6月份的營收 稍微減少一點點 還有油田 在上半年的時候 年增率是減的 除此之外 其他的都是大幅度的成長 所以我們看一下 兩檔股票 第一個是中砂 中砂雖然它這一路跌下來 看起來好像是很弱的樣子 可是最近五個禮拜 外資賣差不多923張 沒有錯 可是融資也減少了 就散戶也退出了 所以他籌碼其實已經相當的乾淨 而且上檔並沒有什麼套牢壓力 所以它現在只需要量 成交量出來的話 它是有機會上漲的 那基本面是沒有問題的 紅壽也是一樣 紅壽你可以看 它現在位階還在大盤 大盤已經跌了兩千多點 它的位階還在這麼高 對不對 其實很有稱 對 這非常的有稱 所以我們看一下 它7月以來 三大盤核心本 還要249張 現在明天只要能夠 再收一根紅棒的話 這支股票還是可以繼續觀察 好 剛剛有年隔斷 我們看到的是台股 以及在台積電 還有相關概念股的一個部分 不過我們說到整個大盤 接下來的主軸 似乎還是AI產業 蘋果宣布 他們要用Google設計的這個晶片 來做這個訓練AI模型 不過我們要請教陳彥 那麼在我們看到祖克博 跟這個輝達執行長 這個黃仁勳的部分 兩個人的第一次這個會談 還互相交換皮 感覺這個交情非常的好 那麼現在在META的部分 他們還是會持續用 這個輝達的晶片 所以現在在整個AI的一個發展 開始出現了拉邦結派這樣的情況 這一次蘋果要登場AI服務 Apple Intelligence的時候 讓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未來會不會又像以前我們所謂的 蘋果陣營跟飛瓶陣營 為什麼蘋果它不用回答 為什麼我這樣講 你看他29號這篇論文 47頁 我從頭看到尾 就看第一頁跟最後一頁 這裡面他就講到 他們這一次要做這個語言模型 要訓練的時候用的是誰的晶片 大家剛開始就想 不就輝達的嗎 應該是用輝達的 結果不是 他用的既然是誰的晶片 Google的晶片 這什麼意思 其實我一看到這個訊息 論文裡面寫的東西我一看 我覺得很合理 我們都知道 蘋果一向不喜歡被人控制 他做所有的事情 他都不要全部都只能聽一個人的 所以如果他現在跟Google合作 其實代表他已經想通了 因為他如果跟輝達合作 他是不是以後會受制於回答 可是他跟Google合作 不只不會受制於回答之外 他有很多合作的項目 可以去展開 譬如說你看 他現在在談這個GEMINI 他內建到iPhone 其實你說對Google來講好不好 非常好 因為20億台 未來當然現在還沒有 未來如果全面的使用GEMINI的話 對Google來講 他以後大數據深層的依據 還有模型演算的Data Base 越來越大 是不是好事 是 而且對蘋果來講 除了晶片 除了GEMINI 這樣的合作 更深層的意義在哪裡 你看還有這個連iCloud 未來都可以用Google Photos 所以你不覺得很妙嗎 也就是說我今天 不希望被輝達控制 我跟Google的合作更緊密 所以以後會不會 沒有所謂的蘋果陣營跟飛瓶陣營 對 在AI這個領域 我這樣講一句話 很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變成蘋果一統天下 我覺得從這一次 你Google跟蘋果合作以後 我問你 以後對蘋果來講 這個野心我想一想滿可怕的 你以前叫蘋果手機跟飛瓶手機 現在所有手機 蘋果的手機跟Google等個整合在一起以後 那還得了 對不對 你以後飛瓶陣營該怎麼辦 對不對 當然在這當中 我覺得輝達一定也看出來這一個 所以蘋果在想什麼 我覺得他們都彼此很熟悉 這也是商戰的一個過程 所以你看他最近跟佐克勃兩個 情投意合 打得火熱 你看他們這一次的爐邊對談 你就在你們家自己爐邊對談就好了 你為什麼要公開 其實這是一種很重要的宣誓 還要交換穿皮衣 這是一種很重要的宣誓 其實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我現在黃仁勳跟佐克勃 我們的感情好到 我們一起在談AI發展的願景 我們的合作很緊密 包括這一次你看輝達 他推出AI代工對不對 META最新的開源模型 LAMA 3.1 這個開源模型對臉書來講 最重要的地方在哪裡 大家應該都知道 OpenAI並不是Open Source 為什麼 因為他怕裡面的一些know how 跑出去對不對 可是臉書這麼做 META這麼做 你會發現大家會說 你不怕被抄襲嗎 他說這樣進步更快 這樣進步更快 所以有沒有可能 佐克勃在想的是什麼 我利用LAMA 然後我跟輝達的合作 加上我的Open Source 我要快速 不只快速追上 還要整個超越 所謂的OpenAI 然後我要去Dominate 這一個整個 剛才這個你應該念對了 我要去主導整個AI領域 其實想一想 佐克勃的野心也滿令人感到害怕 然後又跟黃仁勳的合作 所以你知道 他們已經不是第一次公開場合 在聊這些東西 上次黃仁勳說 佐克勃到他家去做客 然後做起司牛排什麼的 講到切番茄對不對 工程師真的不一樣 番茄切出來 每一個都要一樣大 這很厲害 每一片都一模一樣大小 這怎麼做到 我跟你講黃仁勳他說 你為什麼要放那麼多盤子 你不會疊在一起就好 他說你沒有下指令 工程師要下指令 要教他怎麼疊 當然最後更讓大家覺得說 你們兩個人直接交換外套 皮衣 而且黃仁勳脫下來這件皮衣 是他太太買的新的 不是穿了10年20年的 他直接送給佐克勃 對 所以你就兩個人交換 皮衣 所以你就知道真的不得了 當然在這前夕 其實佐克勃做了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買了多少顆 揮達的晶片 1.6萬顆 所以未來我覺得 兩個陣營開始大PK 其實絕對是確定的事情 AI模型會出現一些洗拍 不過我們說中國他們現在也在積極的建構 這個大型的AI模型 不過特別關注到李開副 他就說 在中國當中真的很容易出現的 就是激烈的價格戰 但他說價格戰這有什麼用 你用出來的這個 一定要是可以用的模型 不過我們先講 中國其實他們在AI這個領域 發展的速度 確實追起來的速度很快 像最近快手就推了一個 那個AI生成影片的一個工具 叫可靈 而且它一樣就是Open Source 然後你可以自己很快的用AI 就生成一支影片 所以看起來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現在已經有好幾家推出 可以媲美中國AI的一個技術 不過現階段來講 李開副他所談的這個東西 為什麼他會講這個價格競爭經驗 我們先講一下 像這個01萬物也發了一個聊天機器 而且技術水平相當高 得分 基準測試的得分 幾乎跟美國一樣 所以技術是OK的 可是我們現在發現兩件事情 第一個事情是什麼 你就發現說 我在生成的過程中 他必須去遵守一件事情 叫做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這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你不能去武衍習近平 你不能違反什麼統一的原則 等等這些 我問你這個會不會失去 原本整個演算最後結果的真實的答案 這個是第一個我們擔心的 第二個是什麼 就他講的價格戰 現在已經出現了免費 就是我一個APP AI的APP是免費的 但我免費給你用 如果不好用誰會用 沒有用 對 所以現在的價格戰 李開副強調一個重點 降低大降價99%甚至免費 但是問題是 邊際成本還是很高 還有到底能不能用 如果不能用那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覺得這一波的一個AI戰 各位要特別注意兩個潮流 第一個是分別 兩大族群的一個對戰 第二個到底中國追起 是真的還假的 都值得留意 好剛剛陳嚴黨 我們看到是在AI的部分 不過也特別關注中國經濟 現在真的是處在這個衰退期 在三中全會之後 現在他們也提出了一個新的這個做法 就是要建構全國統一大市場 要請教朱老師 這個統一大市場是什麼意思 坦白說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很努力的查了很多的文章 大家講的都非常的籠統 我們只能去猜測 或者說由我個人判斷 顧名思義 我就是要讓全國的很多的事情都統一 譬如說他們自己說的 我的制度規則要統一 我的市場監管要統一 市場設這些設施 我也都要統一 更重要的是這裡 你看 要破除地方保護主義 讓小局服從於大局和全局 這讓我不禁想到 就在三中全會結束的時候 他們發表了這個 歷年來都會發表一個文字叫決定 就名字是一樣的 可是每隔幾年內容會不一樣 而且這一次是特別由習近平 親自當作起草人 其中就提到了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點 他說要讓廢除公有制為主體 要讓私有制跟公有制並行 這樣聽起來不是好像 要放棄共產主義的感覺對不對 可是胡錫進 中國前黨媒的主編 就寫了一篇文章批評這件事情 結果他的文章就被下架了 他覺得我們這麼多年 不是都是公有制為主體嗎 你現在怎麼可以把兩個拉一樣高 進行 對 結果他的文章被下架 甚至據說被禁言了 要閉嘴了 你講這件事情 我做的是長時間以來事情 並沒有錯 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剛剛說 三中全會的決定這篇文章 是說這兩件事情都要做 可是我們如果單純 我們就先不管習近平 胡錫進說什麼 你看這件事情 小局大局全局 請問誰是全局誰是大局 當然是政府說了算 你今天要做統一 簡單的說 你是不是要制定規則 規則誰定 你會讓民營企業去定嗎 不會 不會嘛 那是不是最後 就如胡錫進所說的 其實就是公有制 我就是政府說了算 那你自己又說我要公營跟民營病重 那擺明就是騙人的嘛 那他說了老實話 吃了誠實豆沙包 結果他被封殺了 所以回過頭來 具體他到底要統一到什麼程度 我們不知道 但是現在比較有具體的是這件事情 他說我的全國電力要統一 如果站在比較單純 不要我們這個小肚子小眼睛的想法 很單純說這件事情其實是OK的 因為你也知道中國這麼多審視地方這麼大 以前都是各自為政 我們就別的不說 光我的電力來源是不是有很多種 以前他會有不同的成本 以致有不同的電價 更審視也都不一樣 所以在中國他就說我統統統一 我們在台灣當然是統一的嘛 對不對 問你台灣這麼小 那你中國這麼大 那你全國都統一 如果站在經濟的角度 這當然是好事 因為我可以壓力成本 我所有的規格都一樣 我整體壓力成本 不管是什麼東西 譬如說我們就說車子好了 如果大家的車子規格都一樣 是各家廠在開發 大家的成本就升很低嘛 因為大家都統一標準嘛 可是問題來了 當大家都一樣的時候 小廠活得下去嗎 恐怕只是會剩下大廠而已 對 而且最後不是只有大廠 不是大者恆大 而是大者全拿 如果大者恆大也就算了 我怕的是大者全拿 你小廠連活都活不下去 因為你不能做 以前我拚不贏大廠 我可以做特殊規格 所以他這樣也不是一個自由市場的機制 對啊 那你講了半天 你為什麼會搞這件事情 原來重點在這裡嗎 做這件事情 不得不承認 對於內序市場是好的 因為我們剛剛說我規格統一 我可以省掉很多成本 可是我為什麼要這麼說 你這不就一個封閉市場 因為對外越來越艱困了嘛 除了之前我們講過很多次 各國都要對你關稅 現在川普 哇 這也是狠狠 取消罪惠國待遇 因為呢 哎呀 你中國都自己說 你自己是開發中國家 在我看來根本就不是 你一下子說我是泱泱大國 一下子遇到了一些狀況 我要好處說 因為說我是小國 你不可以欺負我 川普說我不跟你來這一套了 我就要把你取消 甚至加稅的部分 越喊越高 從他原本說的電動車 整體的客稅60%到100% 未來可能都持續往上加的情況之下 中國知道我對外越來越困難 他怎麼對美國 美國這怎麼對他 要一眼還一眼 那這些問題 最後回過頭來說 我中國 那我未來我對外的貿易怎麼樣 我不知道 那我自己先把我內需搞好 至少對我來說是OK的 因為我市場大我人多嘛 可是你為什麼這麼搞呢 來我們再往下看到 中國現在的問題真的很多 譬如說你看到整個投資市場 又要玩蓋牌的遊戲 蓋牌 這千年你蓋的還不夠多 什麼數據不好看 就把那個數據蓋牌 事業率不好看 就把事業率蓋牌 擺明就是駝娘 來現在要告訴你 告訴你說從8月19號以後 外資每天的進出數據都不公佈了 我改一季公佈一次 因為外資好像在過去兩個月 賣折合台幣三千多億元 對 現在就會怕你說 哎呀外資PV1 我公佈這不好看 尤其本來不想賣的本國投資人 看你外資這樣賣 對 就跟著外資賣 對 所以我們剛剛分析師 以後不就少了很多事情可以講了嗎 所以你看到這件事情 真的是太over了吧 所以你看哦 哎 這有經濟學者 哎 華裔的經濟學者跳出來說了 既然這樣子的話 你乾脆就不要玩了 你要不要乾脆把整個 中國股市就關掉算了 或是你乾脆以後 你自己就關起來 中國人自己去投資 你也不要開什麼股市 對 不要開放給外資買 你開股市不就是希望能夠引進外資 結果你搞這種事情 以後誰要跟你玩 那回到最大問題 還是中國內捲實在太嚴重了 你現在自己做內部的競爭 內部的消費 內部的經濟 問題是你自己內捲 你再看到這個瑞幸咖啡 哎呀 過去幾年 因為假這樣事情 讓他很傷 他現在終於又站起來了 可是站起來之後發現 哇 市場好競爭 市場上一堆那種便宜的咖啡 我當年是要打星巴克的 我有一定的level 可是問題是形勢比人強 便宜的廉價的一堆 所以你看他就推九塊九 人民幣九塊九 台幣大概四十四塊 對比他以前的價格真的低很多 雖然他一直都比星巴克便宜 可是也沒有低到這種程度 好 來 因為同業 就是打這種價格 好 既然要比價 大家來比吧 好 比的結果 你看到二利潤率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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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覆德了 其實在中國大陸 就很容易用價格這樣 平錢賣嘛 所以你現在是不是你 在比誰的命比較慘 對 事實上星巴克在中國也 也遇到一樣的問題 因為瑞幸一直是他的對手 所以這一波瑞幸降價的時候 星巴克其實也有跟進 只是沒有這麼低 但是那個價格也幾乎是 打對折下來 對 我看到這裡我想 哇 統一 台灣的統一力拍拍手 好在我股權賣回去給你美國了 要不然我這一波慘的就是我 好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中國的問題 真的就是捲到不行 對 尤其你打死不承認的太陽能 生產過剩 這擺明就是事實嘛 所以你看到現在價格崩盤了 好 那這時候呢 政府兩手一攤 你自己看著辦吧 讓他們自生自滅 要不然你說能怎麼辦 救得起來嗎 這個洞這麼大 所以呢 整個中國未來 我真的覺得越來越封閉的情況之下 你的問題只會更大 沒有辦法解決你的問題 好 不過說到這個價格競爭力 為什麼在南韓 大家說他們醫美的這個價格 是比台灣便宜 那麼很多的台灣人要到南韓去整形 這人數還創新高 我們稍後來了解